各位下午好 今天是星期五 10月28号也是这个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五 那昨天晚上呢 华尔斯加基本上是继续的攀高 就是连续四天 从上个星期五呢 开始走高了之后呢 就继续的往上走 已经连续走了五天的那个反弹 那昨天的高峰呢 就是在道琼呢 来到最高来到32388点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靠近 上个月9月份的那个高峰点 就是32504点 那如果越过这个32504点的话 它的含义就是说呢 可能下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 它还可能会继续的攀高 主要是下个月 我们都知道 911月7号 美国中期选举 这个肯定是以目前来看 好像这个风气就是可能会继续的 涉及到股市 那昨天公布了美国的国内的 国民生产呢 基本上是比预测的还好很多 就是0.6%就是已经扭转过两届的 就是今年度的第一届跟第二届 它的负增长 所以那变成呢 昨天的股市是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 可是呢有一些股市呢 特别是高科技股呢 基本上根本没有涨 所以主要的涨幅呢 全部聚重在道琼 就是蓝筹股 OK 所以呢 今天晚上呢 我们再继续观看 如果它真的可以在这个礼拜呢 越过这个32504点呢 这个是对美国股市呢 特别是对道琼蓝筹股呢 基本这个看法是可能会继续的往上爬 OK 可是我们看到有一些股市呢 已经没有在跟了 OK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的在观看 OK 所以短期里面呢 如果它有回调的话呢 我认为回调的那个可能性是有的 今天呢 可能还会继续的回调 主要是看下个星期一 它是这个月份的9 10月份 它是在什么价位 如果它是在32504点的上方的话 我觉得它可能会继续的往上爬 可是呢 只能到11月8号左右 OK 所以呢 大家可能要关注 因为11月8号之后呢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行情 基本上是我认为跌的可能性还是会有的 那S&P500呢 昨天呢 来到3880 这个不是昨天 这个是星期三 星期三的高峰点是3886点 基本上昨天没有再创新高 就是这个礼拜呢 昨天是 B4的时候是跌的 所以呢 从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稻球呢 突破这个礼拜的新高 而且呢 主要的 其余的主要的股指呢 没有跟上 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讯号 可能短期里面 它还会继续的回调 以目前来看呢 目前行情呢 S&P500是3807点 已经跌了大概有80点 从那这个礼拜的高峰点 那它要越过的一个门槛呢 是在4,119点 这个现在呢 有一点距离 不像道琼 非常非常靠近 所以变成呢 短期里面 它这个S&P500 可能会把道琼给拉下来 OK 同样呢 我们看那个NASDA100 也是没办法创新高 这个呢 11,681点的 这个是星期三的高峰点 昨天呢 还会继续的下降 因为昨天我们看到 那个 脸书啊 脸书的母公司 它的股价呢 还是继续的往下走 所以把这个整个科技股呢 给拉下来 所以呢 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呢 这个美股的一个涨幅呢 可能短期里面 会碰到一些压力 因为呢 除了S&P500跟NASDA100呢 没有跟着道琼一起涨的话呢 它给我们的讯息呢 是可能 这个反弹呢 可能要到一个 到一个阶段 OK 差不多要封顶了 所以我们要开始的注意 今天我们看到亚洲盘 恒生指数 继续的创新低 今天的最低价位呢 来到14,849.5点 OK 变成这个 这个也是 今年度最低的一个水平 所以呢 总之来讲 香港的股市 还目前来讲 是比较疲惫的 短期里面 没有一个 可以涨的一个空间 我们看到 上海中国指数 也是同样的 今天也是 下午盘的时候呢 也是继续的跌 这个呢 也是创了 我看看是不是 今年的最低点 OK 还没有 今年的最低点 是2863.65点 所以呢 最少是 就是这几个月份 就是从6月份到现在呢 这个是最低点 这个4个月的一个走势呢 基本上已经被突破了 OK 以目前来讲呢 也是算是4个月的新低点 还没有突破 今年的最低点 今年的一个对地点在2863.65点 可是呢 看起来 这个市场呢 有点不妙 短期里面还会继续的往下滑 我们来看看 日经吧 日经同样的 它今天有跌 OK 可是跌的一个状态呢 还保持着 基本上还没有突破 这个敏感的 这个短期的一个60分钟的 那个图案的一个支撑线 所以呢 现在呢 也要关注 应该是 怎么讲呢 因为它有个三波浪型的一个调整呢 可是没有达标 我的达标的那个价位 应该是28000点 所以目前的这个礼拜来到最高 是27578点 还是有点距离 大概有400多点的一个距离 所以没达标 如果它继续往上 如果它现在开始 突破这个支撑线的话 可能就没办法来到28000点 那刚刚美元 美元对日币的走势呢 昨天有创新低 来到一 不是创新低 就是说从它152的那个 几乎152的那个水平呢 一直掉 掉到昨天呢 有创这个礼拜的一个新低点 就是145.10 所以呢 整个趋势呢 肯定 看起来好像还会继续的滑 这个调整呢 是应该是 可能会来触碰那个1.144 OK 1440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如果来到这个空间的话 我觉得 反而做多的可能性 就开始冒出来了 那如果行情真的是来到1.144的话 开始对 对做多美元呢 是比较有利 那英镑对美元呢 基本上呢 还是比较 属于一个高价 昨天来到1.1645 可是呢 今天我们看到 它的那个最 60分钟的一个支撑线 已经目前被破了 短期里面 它可能还会继续的下滑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它下滑的力度 可以导致这个行情呢 开始翻转吗 我认为还没有 我整体来看 我认为这个行情 还可能会有一波 再继续上 因为呢 它整体上 理想是来到1.20了 OK 因为这个比较大型的 一个三波浪型的 这个反弹呢 从1.035 55呢 可能会来到1.2060左右 OK 目前来讲 这个是属于是一个回调 OK 如果行情呢 可以来到这个空间 我认为还是有这个可能性 要不呢 行情来到1.14 要不来到1.1350 这个空间开始 对我来讲 是比较有利于做多 因为我觉得 还有一波的一个 上涨的一个可能性 这个可能要关注一下 昨天比较大行情的 就是这个欧元 欧元呢 昨天我们知道 欧盟央行呢 真的是与市场预测的 就是调高率性 75个基点 可是很奇怪的 它调高率性之后呢 反而呢 那个欧元开始下滑 因为呢 欧盟央行呢 央长呢 同时也开了一个记者会 就是说呢 他们开始呢 从现在开始 还会 无限量的印钞票 OK 就是量外放松 所以变成了 这个市场呢 刚好是冲掉 这个原本是 对欧元有利的一个新闻 就是调高率性嘛 调高一个 75个基点 是比较大的一个涨幅 可是呢 当那个央行讲了 他从今天开始呢 可能要无限的 无限的印钞票 导致呢 行情对这个看法有点不乐观 所以呢 欧元开始下滑 那下滑的空间呢 同样的 如果是英镑开始有一个反弹的话 我认为 他可能也会带动欧元 可是呢 欧元如果从现在开始开始涨的话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给我们多一个机会 在比较高的一个价位呢 开始看看有没有机会做空 我们看看那个日线图 如果这个行情已经大标了 OK 基本上从这个0.95呢 到1块钱 基本上是已经达标了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认为 行情应该是从这边开始下滑 可是呢 如果是英镑开始有撑得住脚 还是要涨的话 他可能短期里面 会带动欧元 也一起上涨 可是呢 想比的话 我觉得两个货币呢 就是 应该是做空 英镑也应该做空 欧元也应该做空 可是英镑可能会在跌的之前呢 可能还会来多一波的涨幅 可能会带动到欧元 基本上呢 中长线呢 我认为欧元跟英镑 基本上是撑不住脚的 应该是会滑下来 所以这个可能给我们 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位来 来做空 OK 澳币短期里面 还是有办法撑住 OK 昨天来到最高的0.65 差不多 没有达标 0.6522 OK 我的目标是0.6538 差难一点点 OK 所以呢 基本上呢 也算是 应该是稳住了 我们看看它的 日线图 日线图来看呢 它 也没有什么特别 我觉得 0.6550 0.6550呢 是一个门槛 它可以越过的话 上面还有个0.6680 所以总之来讲呢 它 涨的空间不大 OK 真的是不大 OK 那么看看那个石油吧 昨天的石油价格呢 没有继续的往上走了 OK 开始有点下滑 这个 这个不是 对 昨天石油呢 来到89块7毛8 OK 最高点 然后呢 继续的下滑 OK 这个呢 可能是 应该是 还是 我还是比较乐观 如果行情来到这个中线 这个 这个 中线的话呢 大概是 如果可以来到 87块呢 我觉得还是一个做多的一个可能性 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呢 我保持 我的那个乐观的一个看法 基本上它已经有一个三波浪的回调了 可是呢 主要是 行情呢 很接近11月1号 那记得 11月1号发生什么事呢 记得几个礼拜前吗 那个石油出产国呢 已经 已经 有一个 开了一个会 就是说呢 从11月开始呢 他们要减 减厂 一天200万 桶 这个呢 应该是赤字 石油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因素 所以呢 大家可能要注意看 11月开始呢 可能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走势 黄金昨天也是一样 没有创新高 这一次呢 最高点呢 来到星期三的时候 来到1674块 将近75块 然后呢 现在在盘中 这盘中的当额呢 我觉得一路来看 如果是美元还继续的调整的话 这个 这个 贵金属呢 可能就会继续的有那个动力 继续往上走 可是这个是一个 技术上的一个反弹 长期来讲 美元的走势还没完 就是说呢 如果美元继续的攀高的话 贵金属呢 可能还会继续的下缓 这一次呢 如果是行金 未有办法稳住 1675块呢 它可能会往那个 1691块迈进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短期的一个目标 如果可以来到这个价位 我觉得是一个应该是有多单的 我目前还有多单 如果行金有大概1691块左右呢 应该是要放手了 就是开始要离场 可能可以考虑做空 因为呢 短期里面 那个美元的走势 应该是比较明确了 这个是银 银的话 你看它行情比较稳定 这个礼拜呢 星期三来到19块7毛8 基本上已经碰到我的目标了 这个是我之前的目标 是19块7毛半 已经达标了 可目前呢 来看行情还没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说一个要翻转 可是风险是有的 我们开始要注意这个银 现在目前如果是没有仓位的话 最好可以离开这个行情 就是观察一下 OK 别的产品的话 包括比特币呢 昨天也是没有再涨了 这一次呢 这个礼拜星期三的时候 它最高来到21000块 OK 所以从昨天一整天开始下滑 短期里面 我觉得这个涨的空间还是有的 因为它好像没走完 以四个小时的图案来看呢 我觉得这个行情再继续走高的一个可能性 是有的 短期里面 我们看是这样子 如果它没有掉 这次跌下来 没有掉地位 19,948块 47块的话 我觉得它继续往上走到 21,500块的可能性 是有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变成五波浪型 那结果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 我觉得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考虑 OK 开始要做多 基本上是全部的虚拟货币 OK 以太郎昨天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 那我们看到它星期三最高的1595块 那目前呢 来做一个三波浪型的调整 那目前呢 市场在1515块左右 那我们看看它能撑不撑得住 就算它跌到1464块 我觉得还是一个 做多的一个可能性会比较高 因为呢 我觉得这还没走完 上面的空间可能会往这个1789块迈进 OK 因为这个是比较靠近的一个高点 相比的话 那个Ripple呢 它现在目前好像走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形状 因为我们看到 最近的高点比 之前的高点还要在低 之前的低点呢 比之前的还要在高 所以变成它已经开始要萎缩了 那这个萎缩的形状 应该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可能性会比较高 就是ABC 如果来那个D1 然后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 往北方走的那个方向 OK 你目前来看 如果它继续的涨的话 它只要是不突破这个0.5480的话 它可能还会继续的往下滑 下一个就是比较重点的 如果这个是ABCDE的话呢 如果这个在下滑呢 下一个目标应该是 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猛冲的一个可能性 OK Cardano呢 目前来看 没什么大冲力 OK 记得了 这个是33 三毛山是它这个历史上的一个最低点 那 行情有走到0.43 然后再回调 这个回调是三波浪行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还会继续的往上走 以目前来看 这个0.38 0.38 左右的一个行情应该是一个做多的一个空间 OK 可是呢 它不是主要的币 我们要看看最近的主要的那个涨幅呢 大部分是主流币在带头 Cardano呢 也是目前看起来也是一个三波浪行的一个调整 最高这个礼拜来到32块3毛8 我认为这个行情再继续往上走呢 可能性是有的 最基本最基本应该来到33块4毛6 可能还会再更高 可能会来到35块3毛4 OK 这个是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OK 币安币呢 这一次呢 币安币的走势也是比较大 OK 行情呢 我认为还没走完 这个同样的 如果是我们以日图来看 它也像是一个 在做一个三波 这个三角形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 波动吧 OK 所以目前还过早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是A B C D 还有一个再下来 再可能再往上冲 同样的一个概念 跟那个Ripple的那个形状 可能会有点类似 别的币吗 我们来看看这个 经典以太郎 经典以太郎的 现在的波动有一点 有点卡住了 OK 虽然它有涨 可是呢 它涨幅呢 全部都是三波浪型 可能已经达标在 26块2毛2 短期里面 它可能是盘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波动 短期里面 这个币呢 短期里面可以 不用去看它 因为主流币 好像以太郎 跟那个比特币 主要主流币呢 目前是带过 好 那今天就分享到 这里为止 明天在星期一的话 再跟大家做分享 拜拜 大家做莫快乐